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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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場做我們講的就是這個 金星版的這個傳輸線的路會的話 那電壓跟電能之間的關係 然後B上去的我們會再回V一次以後就變成是 我們一個螢光有心靈 然後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解出來的V跟I的部分 V的部分它是等於B5J PetaE 然後I線 I0 PetaE 那這三行個人 這個地方本來是Pound 後來我們說PetaPound跟Peta其實是同樣的解釋 是可以證明的 那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比值 是等於我們等 Invidence 那這樣的比值你把它比一下的話 就是B0比I0 OK 那我接著呢我就說 這個呢就是等於L處與C 下課以後就有很多同學 幾位同學問說 為什麼它是等於L處與C OK 那基本上並不難 你只要把它帶進去就OK了 你把你的這兩個解帶回去它 或者帶回去它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把它帶回去的時候呢 我們說這邊是 我們說用I帶到這個式子好了 那這邊呢 負的I0 負J Peta 然後I0 I0 I0型 E負J PetaG 這個部分 那是等於 這個解放到的 Omega C 然後V0 就是等於 V0 E負J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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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β呢 跟前 我們再寫β超用就等β的多號 就等 Ω 那你把它帶進來 Ω 這個還等 Ω Lc 的部分 那你把它帶進來 Ω 這就沒有問題 這是上一堂課的問題 那因為我趕著要去台會 所以那個會議要總值得退 所以我們在這個比方 有先回答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講的 是一個傳輸線 這是mission line 的部分 那它呢是完全是一個不可能當成的 這個 台語的情況之下 不要忘記我們上一堂課的座標系統 這個是z 然後是1 這是x 然後我們說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平行板的部分 那在上課之後我們說 這兩個平行板 大家都是坦達的 所以不會有power lossy 在這兩個平行板 就是完全是非常好的導體 這裡面沒有這 在這個平行板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 這兩個平行板 是有notion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那會是怎麼樣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再回憶一下 在上課課裡面 我們說電子波 它的傳輸是地軸方向 然後呢 有一個電場 它是EY的方向 那主要的是因為它沒有lowsy 所以它的電場 在這裡面 垂圖的部分 這個切線的部分 是連續的 所以它這兩個連續的部分的話 那它裡面的電場的部分是等的 那切線方向的電場也等的 那現在實際上 在例子裡面 我們說這個 這個絕對不會是一個完全perfect的保體 這個是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在這個保體的裡面的話呢 它可能引起熱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個咧 那你中間會有一個median 那你這個median的部分的話呢 也可能 它的這個 lows change的部分 也不會消失的部分 那換句話說 這個 它也有一個median的部分 OK 這是兩個 這個 會有power loss 的 會比較遠一點 這是 好 那你 你如果一旦有多時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現在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到底跟這兩面是一個hook 的時候 是有什麼最大的不厚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的問題 那我先把結論告訴你們 我們現在來看 OK 第一件事情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 這裡是會有power lossing的時候 你會發現最終的結果是 就是 在這內部的 的 這個 電場 它不會完全是 裡面的 因為它不是不看到的 然後呢 它一定會有一個 切線方向的電場 感恩 那這個電場的話呢 就目前把它叫做 明星的感覺 也就是說 這個電場 很難在 正式不扛搭球的時候 不會有它存在 現在 你是Rosing的 的情況 有power loss的情況 有歐姆的這個 Ting產生的時候 的話 這個電場會跑出來 這是Fair 這個問題的結論 OK 那我們接著就要來看 這個電場 對整個問題產生 power loss 或者是歐姆的這個Ting的影響 這樣 這樣 能夠了解嗎 所以你們 會 接下來會 面臨到 就是說 欸 怎麼會有一個EE跑出來了呢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 如果 我把 這裡的 Compatility 叫做 Sigma C C的意思 Index就是 Compatility的地方 OK 那 避免跟我們這個 戒指裡面的 issue 是 這是戒指裡面的 部分 issue 是 避免讓它混淆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 如果 如果在這兩個 Compatility的 跌 OK 之前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 有進來的 這個 Hipostum 跟 Inductance 跟 Hipostum 這兩個的 参數 那 C的部分 電腦 定義 就是 V 還Q 圖裡面 那 很簡單的 就像我們電子學來看的話 Q G 上面 對應的 用Gauss定義 就是 Dispacement 成長 Es OK V E 是這兩端的 電位差 所以它的定義 就是 E D L 這是不是都是定義 沒有問題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待 D的部分的話 是 issue V D S issue的話 就是這裡面的 你們看到的話 在這 這個 charge Q的部分 然後 部的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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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就是我們 Conductant 的定義 另外一個 我們說 G G G 基本上念 就是我們所謂的 Conductant OK 它 定義就是 V I V 它跟電子 剛好是少數的部分 那I的部分呢 I基本上面 如果我這邊是有電流在流動的話 那我說I就是把 可能分析到ES 那V一樣的是比於到ES 我們看到 這個部分呢 你再進一步用電腦來表示的話 它其實就是Sigma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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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說 如果我把這兩個事實 比一下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 我一旦把它比出一下的時候 然後你就變成C 除以C 就等於 Visual 除以 Sigma 所以 所以 在這個事實裡面 Conductance 跟這個 Tapastic 直接的體質 其實 是跟這整個 Medium的 Issual Sigma 是相關的 好 這件事情 你要非常清楚的部分 換句話說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這個Medium的Sigma Sigma Issual的話 那你的C 那你的C C C是跟什麼有關 跟形狀有關 跟板面的板距 D F 跟板面的這個 這個 整個的面積 W 有關係 所以我們說這個C 在這個平行板裡面的話 其實就是 Issual Omega 與0 0的部分 那你 這個是你已經知道了 只要你的平行板 很大的一個平行板 就是這個 所以一旦你C知道以後 你的Conductant 就馬上說出來 今就是本一 C C 等上 Sigma V V 所以你的C 是本一 Sigma V V V OK 那 換句話說 我這個G 就是他的Conductance 事實上 是跟你的Media 裡面的傳輸 的Conductivity 跟你的版面 的版面基 跟D 都有關係 OK 這是第一個 你要知道 這是第一個 我們看到內部的情況 那先著我們要看 在這個版面裡面的一個情況 如果我們這個平行板 是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我們的平行板 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已經不是不可達成了 這個 已經不是不可達成了 這 就是不可達成了 但是已經不是不可達成了 這個 這個 所以它有一個contactivity呢 就是我們的Skma C的部分 那這樣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那就是我們的Homu 這會發生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要有探討的 接下來要有探討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說如果在這樣的一個條件 情況比較 我們剛剛已經講說 Easy一定會有 那句話說我們把我們所知道的結果 看一下 我說一定會有一個Easy 好出來 OK 在這個平面上面 上下面上面 都會有Easy產生 好 那我們現在 因為你有了Easy以後 你有電場 你有市場 那我們說 它的power loss 我們就用我們的Pose Beta來表示 那這個Pose Beta 這個得到的Easy產的話呢 我們都知道說 二跟之一的理由卡 你把電場的部分 這個Pose Beta 這是我們可以了解的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電場 放來進來 電場我們說 你看到的是 Easy給你的power loss 所以我們把我們Easy放進來 H 然後Pose 原來的磁場是I方向 H的部分 H的部分 在這裡面 J Close I 是等於這一方向 所以我們會看到 這等於是一個Pose 就是這一方向的 J Close 然後H 然後H 這個SkMais SkMais 這SkMais SkMais SkMais 代表它的德 也就是說 因為你有 你有這個層 所以會定產生的 這個我們的Pose Beta 所以綁向你 這樣 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要提醒的 當時我們在講 OK 當時我們在講 我們沒有 完全沒有losted的情況 就是losted the median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的時候就是有不可能的 OK 或者說我們說perfect 把它更遠近 好 那這時候 你的point vector的部分的話 你是在說吧 是只有 練場就是只有那個CY的練場 所以 以losted space的部分 它的point vector 是只有EY的練場 Cross H 和Constant 和它們I方向 只有這一下而已 所以這兩個 是這個Losted的 你要很小心 它引起的原因是不一樣的 它最重要的就是 低力的練場 產生出來 低力的練場 就是跟整面的練場 才有關係的 這是第一個 提醒你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東西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呢 首先我們看 它其實是最像的 2分之1 2分之1 可以拔 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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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拔 1 1 我看 我說HX是多少 我把它放進來 那HX呢 在我們之前 就是我們在翻訪課 在解 Perfect Conductor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說 我們從上版來看待的話 這個HX 就是你用這個 Untevolucine 你的HX呢 它的詞大概就是 我們這個上版的 Surface Color Density OK 好 這是我們的HX 另外我們有一個 Surface的 impedence 它的定義呢 就是impedence 那我們說是Surface的 impedence 我們這邊說 Expect 定義 就是切線方向的 這個 電場 除上 HX HX OK 基本上 就是 切線方向的 面場 然後 除上 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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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 這是我剛才說的 定義的 什麼 它這個定義的話 以我們現在的 這裡面的 配置來講的話 Surface Color Density 在這邊流 那切線的電場 就是我們所謂的 所以我們說 這個 理論上面 理論上面 一 你 除以 雷 雷 雷 這是上半幾面 OK 它這個值是等於多少 我說 YASU 就是等於 這個值穿下 那其實 這個就是我們的 Invitance Intrase the Invitance Invitance 所以 我們為了要使用 這個是在上半幾面的 這個 Invitance 所以 這邊就把它使用 up OK 好 好 那 那 現在我們把這些 搞清楚以後 我們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contact裡面的 Invitance 到底是什麼 那 我們就講一下 Inv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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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contact的情況之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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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 那 Invitance 那 Invitance 那 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Invitanc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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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contact 裡面 任務 看到 已經在狀態 然後 OK OK 那這個部分 我知道說 我希望他還是不contact 啊 所以這一項呢 應該是比他來 去上 這個反断 提出來 OK 他就變成 mute 對 C 一小 C Omega 二分之一 然後 1 解 C 4 Omega 一小 開二分之一 那 那 我們說 這一箱子很小 可以把它 鋪裂掉 這樣 它只蹭成這樣 這箱子的話 就變成 C C 牛 Omega C Omega C C 就這樣 記得說 叫它 鋪裂掉 一個 提到 你再用提到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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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 C 挖出來的話 你會被 太二分之一 提到 的話 那這樣 其實就是 很 好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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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來 然後 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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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 然後 再叫它 C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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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二把 放進來 N 開 H 這個 會跟 NuC 換句話說 我們剛剛 討論的 一塔 部分 一塔 C的部分 跟Z的部分 是一樣的 那就是 另一個 X Up 那 它是整個 它就整個 下 我想 D加 C 然後 D 還 可以 所以 這是 Ring Path 再加 Imagine A H 好 好 讓我們先讓我們看 你知道 Nc 是這樣的 很像 會用到這些 關係 那我們看到 這個 H的 是等於Z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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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 我們先讓我們來算 他 他 你把他放進來 然後 EZ的部分 你已經知道他 EZ 你就可以把它 表示成 Z SU 乘上Z 所以 我們看到 P的 Sigma C 它實際上就是等於 2分 E的 有點胖 的 的 我們還是把 向量放進來好了 因為它 這個是 Cose 是有向量的 另方向的 J SU Z SU 然後 Pose I的 HX 這個呢 又等於 JSU 看 你一層 層出來以後 就變成 Urbit E的 J VF J ASU的 絕對 靈魂 Z ASU 就是 我們上面 有算出版的 事情 那句話說 你知道電流 你就 你又知道 你的 那你就 可以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 Power Loss 那 那句話 講 我說 我的 Power Loss 它的定義 整部分 這個東西呢 把J拿掉 或者是實際上 就是Urbit 的 J SU的 絕對 Found G Urbit 那J的 SU the real part Z的 這個Found 的 VFound 是 R R C 所以我們 這裡 你直接把 他放上去 你 你先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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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那 有沒有 那 你怎麼看起來 那 你怎麼看起來 你看起來 你感覺這個好像蠻抽選的 為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 O2 C I P R 像類似的情況 對不對 跟你以前的那個 學習的 技術 發變這樣 那 事實上 這個是Current B 它不是Current 所以 這是Power Loss 也不是 Power Loss 所以 實際上 注意看的話 它的單位 是什麼 單位是 瓦克 的 瓦克 瓦克 或者說 它其實 就是 什麼 單位 面積裡面 它的 能量 所成為 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以下 如果 我們定義 我們定義說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個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是 代表 它的歐姆能量準確 然後 是單位長度的 能量準確 那 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我相當於是要把 我打給你層次 所以我們看到 我說 你認識 就等 那它就等 它就要等 打給你層次 上 你不高就 一 二 換句話說 現在是等 二 一 這 可以 等 絕對 方 部 rex xx 然後 那 zq 實際上 妳可以把 尬 安 Q 除以 立場 axis 所以这个编过 我们这里叫ISU 这个编对形状方的编程 层上RS OK 这是上一个板 上一个板 单位长度里面 你的能量损失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是 也不准有上面这个板 你还有下面这个板 没有能量 所以你上板的下板 要把它架出 加起来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的Hoto Paulo 那这个人除以单位长度 也就是得上板的结果 加下板的结果 然后除以单位长度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上板跟下板的 Color跟电流应该是一样 这一项应该不会受的影响 他就要说 我们有点更清楚一点 这个就是本 2跟4D ISU 原类的情况 RS 再加上2分之1 IS 这个下板的 OK 原类的情况是RS 他这一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等 I U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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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主持啦 其实就是我 对 这个信号 练 练 练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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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那 为什么ч'r'会变成2s的部分 就给你想像出上面的 这个平行版 跟底向平行版 去做串 你去把两个东西摆成一块 那你就可以得到说 原来单位长度里面 其实我们做个R的话 它其实这个变还是单位长度的 是单位长度的变 把它定义成定 所以到这里的话 你就不认识之前的观念 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词就是 基督徒义的爱佛吗 是跟你以前的观念合在一起 外句话说 我们再回来 我说我为什么会推荐我这个字 因为我也不想设计它没有 所以会有一个 这个缺陷方向的变成 异地的存在才会产生出来 那这个值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欧姆的乐 欧姆的乐 欧姆泡 那都行在这个 床家庭里面 那我们先让我们看 回来想一下 我在做这个结果的时候 有一个事情是 但是我还是把这个 我还是把这个 还不错的床家庭 虽然他不是 他本床家庭 但是还是一个 不床家庭来看待他 那到底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符合呢 首先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这边我已经看到了 Omega 属于Sigma 点小一样 那你要再复回这个条件的时候 Omega 属于Sigma 所以 这个条件的成立 你一定要开出体系 这是 这个条件成立的 其实 重要的理由 所以我们刚刚 有推导的这个整个程度 从物后入市场 Pi-Visks 马下 OK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在做这个整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的传书 是在传书的这个 这个 Harmonica 的 Beh-Visks 它是在 Ibitt 底下的情况 那 在Ibitt 底下的情况 你会发现有一个 去的时期 我们去把我们的变感 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那它现在就上不过 这个词啊 你如果跟我们的变感读讲 我们会发现 这个词啊 你如果跟我们的变感读讲 我们会发现 这个词 这个词啊 那 在这个词啊 这是反正的什么 你找个两个 不要混 不要混 那你现在你看一下 这个词 如果你是在开V的情况下的话 那F一定是要很大 F很大的话 XX已经大了 所以XX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变感者 自然而然 有它的地位在 OK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信息在这个地方 就是 好 那这个信息呢 给我们的一个 警惕的部分 如果我们 external的 这是内部的变感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外部的变感 所以我外部的变感是L的话 那L要跟I去比较 也就决定在这里面所用的群体 或者Omega 这是法序 Om 我们的频率的大小的部分 是一个我们决定 它的内部变感和外部变感的一个大小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我说之前 可能没有DT的时候 你就有EY 那EY跟EY差多少 EY跟EY 这两个的大小 EY就是等Vita C乘上HX 那EY呢 Vita乘上HX 那HX都消掉 就是Vita Vita 那我们看看 Vita的部分是 平常我们就已经知道是Vita 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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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 然后 那你把它稍微整理 这是 卡加特里面的名 这是外界的名 这两个 如果不是持性物质 我们都把它自为一致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消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就是代替 UV消掉了 以它C 然后 Visual Omega 它也有 那这一个部分 因为你真的是绝对 把绝对你挂进来 这就没用 那这个条件会不会成立 我几个例子 来看它会不会成立 我说 如果在 那这个马斯一是等于多少 你去查一下的话 五几个例子 負責吃飯都不吃飯 那我們看 我說Omega如果是在三個地缸二的寶劍比以下 那在這個地缸二乘上2% 就是Omega 那你把他帶進來 1G的牛 1E就等於 Omega1小 而它等上3乘以10的四方 Omega1小是 三十六八分 1乘以10的五九四方 然後 1小C 1小C就是5.8乘以10的七四方 1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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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的搞錯了 所以說這裡面有一個名字 確實我們這個牌 跟Easy的牌 生起來非常非常多 Easy 聯想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事 就是說 很難沒有Easy 本來沒有Easy的時候 這個 整個傳出就是 PE Mold Transverse Easy Mold 它的傳出 對不對 但是現在 沒有Easy了 傳出又是G方向 你就會發現說你的電場 並不是垂直前傳出方向 你有Easy的時候 你有Easy的時候 那你就不叫 D and more D and more OK 但是雖然不是D and more 但是Easy Ey 很小 很小 我們可以視為 有Easy存在的時候 是一個 或者非 非常小的 回廊 那在物理上面 你會發現一個 事實就是 我們常常會看到的一些 有很多的 非得是影響你的結果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最重要的抓出來 後面的部分 如果B的Vector 點小A的時候 那我們會把後面的Vector 第一個就是什麼 全部去除掉 對不對 然後 再來加進來 考量它的元素 這後面的東西 都就要做什麼 OK 你們到三連期的時候 這個量子物理的計量 更是處理很非常 不會不差 那實際上這個概念 你們在主點物理裡面 可以常常用 舉個例子 說 中心掉下來 除了重力 還有什麼 主力 主力 有 通線主力 那通線主力 也就是 可以把它 主力 OK 那你先把 重力像算完了 OK 請大家知道 他瞭解他的行為 好 那我說 我跟考量 可能可以舉個手 那 把你的範圍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 可以這樣做 我考了一點點 力啊 但是如果你一個大的 在一個地球上面的話 那就從這一點 發射到這一點 如果這樣是平的 那我說它是什麼 斜向拋射對不對 那我的重力 通通是同一個方向 但是 如果是地球上面的 重力 已經不再是同一個方向了 OK 那到底範圍多少 重力的方向的變化 就是 非常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同樣的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讓它整理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事實 就是它有意義在裡面 這是確定它有 不然它不會在這裡面 有power logic 但是 意義是 也小 也小 也有等等 OK 那 只要你先把 沒有losing的部分 掌握住 大部分的 概念的時候 雖不咒 易不也 OK 這樣了解嗎 所以 第一步 初步一定是 初步 沒有對象 然後再把 分享 這樣了解了嗎